说很久很久以前呢 有一位书生 这书生呢 特别喜欢养花 所以大伙就送他一个外号 叫他花相公 这位花相公啊 有个花园 就挨着大街 这南来北往的人看了 这都夸他 这花养的好 这花相公听了 这心里也美滋滋的 说这一天早上 这花相公啊 正在这花园里边浇花呢 这就瞧见 从园子外边 走进一个白胡子老头 这花相公一看就来人了 赶紧上前客气 哎老人家呀 您看我这花园可怎么样啊 这老头啊 摸着胡的就说 好归好 就是扫了一颗绿牡丹 花相公一听就问 哎老人家呀 这您说这花牡丹上哪能弄到 哎呀 这有是有啊 就怕你受不了苦 找不着 哎 没关系 老人家 哎 您说吧 只要能找到这绿牡丹呢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那我都不怕 哎呀 那好吧 既然你一定要去找 哎 我就告诉你 于是这白胡子老头啊 便如此这般的 就把找绿牡丹的方法 和他讲了一遍 这花相公听了老头讲完之后啊 回来家了 带上银子 骑着马就上了路了 按照老头说的道啊 就顺着大刀一直往前走 这走啊走啊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 走了多少路 这银子花光了 这甘粮也吃没了 最后连麻都卖了 但是呢 仍然是没找到这绿牡丹 正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这一抬头 就发现前面有一个果园子 里边有个老头啊 正跟他摘性呢 他急忙走过去 双手一抱拳 就给老头捉个衣 老人家 麻烦您行行好 告诉我啊 上哪儿去能找到这绿牡丹呢 这老人听了叹了口气 哎呀 就是告诉你啊 这你也去不了 花相公一听双膝跪倒在地上 再三的恳求这老人 让那老人家啊 就告诉他 绿牡丹就生长在哪里 这老人一见这花相公找这绿牡丹呢 这心还挺成的 就告诉他了 你要想找到这绿牡丹呢 你得过三关 一是呢 这路上要过这黑水壶 那湖里的水呀 黑得跟锅底似的 冰凉刺骨 这个湖上呢 一枚桥是二枚船 只有一根毒木头 横在湖面上 走不好啊 这人就掉湖里淹死了 二呢 要过一个吉利山 那山上的吉利刺啊 那各个都有一尺来藏 这山上也没有路 只能从那吉利空里穿过去 这人要过这吉利山啊 弄不好 恐怕这脚板啊 都给你扎个西湖来 第三呢 就是要过这落魂箭 那箭是又深又陡 这人站在箭底下往上瞧啊 只能看见一线天 要想越过这箭下 只能就抓住一根又细又长的树根的 就当过去 弄不好 掉下去啊 不光没了命 恐怕连这尸首都得摔成碎扎子啊 花相公听了老头的话 一抱拳 老人家 谢谢您的执教 为了找到这绿牡丹 我什么我都豁出去了 说完就按照老汉的指点 又上了路了 又是一顿走啊 就走啊走啊 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 果然就瞧见前面有一个黑水湖 放眼望去啊 那湖水确实就黑的挺吓人的 黑色的波涛翻滚着 这一眼都望不到边 这湖面上呢 只有一根又圆又细的 一根木头打在上面 这个两脚踩在木头上 这上下子打颤的 花公子也顾不了这些了 把眼一闭 就趴在木头上 拼着命的就往前滑水游去 这身子啊 不时的就浸在湖水里面 那湖水凉的 就跟追着扎骨头里的感觉似的 他咬着牙就忍着 又游了好长的功夫 好容易啊 这才过了黑水湖了 上了湖啊呢 继续往前走 走啊走啊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这前面就来到了吉利山了 抬头一看 这山上到处都是吉利刺啊 还真有一刺来藏 这一步走不好啊 这身子要摔倒在吉利山上 就会被扎得皮开肉绽 可是为了找到这绿牡丹呢 他也豁出去了 瞪大了双眼 这两个脚啊 钻挑那吉利的空隙走 走得吉利空隙啊 要走得稳 站得牢 踩得准 这才行的 因此呢 这走起来很慢很慢 他一直走了两天两宿啊 好不容易 这才走过了吉利山 下山之后啊 这花公子又顺着路走了一层又一层 说这一天呢 就来到了一条深山剑里 这抬头一看啊 这个大山剑是又长又深又陡 只有那么一根又细又长的树根啊 从山上挂下来 为了找这绿牡丹呢 这花香公也喝出去了 忍着浑身的伤痛 这双手转住这树根子 这两脚蹬着山崖 就使劲的往上爬 爬呀爬呀 这手都撸没皮了 他也不叫苦 脚割破了 他也不抱怨 也不知道爬了多久 突然就瞧着眼前一闪 一条很宽敞的大路就横着眼前 花公子心想 这下可找到路了 急忙从树根上跳起来 顺着大路啊就往前走 走了没多远就进了一个小村子 就瞧见村头上有个老头 坐小板凳上正晒太阳的 这老头一瞧见花公子走过来 就站起来 你这位公子大概是来找绿牡丹的吧 花香公倒抽了一口凉气啊 这老头厉害呀 正是 老人家 这您知道绿牡丹在哪吗 哎呀 你先别急啊 先跟我进家歇歇脚去 吃点饭 吃饱了 我就领你去找 花香公一听高兴坏了 跟着老头就走了 他在这老头家呀 这急忙的就吃了点饭 吃完了就跟老人家去找绿牡丹去了 这老头领着花香公啊 就来到他们家的花园里 就瞧见那花园里啊 清一色的牡丹花啊 花香迷人是香气扑鼻 可是花香公啊 却被这园内的绿牡丹给迷住了 他是左求右求啊 求老人家给他一课 老头想了想 哎呀 这样吧 我叫七闺女啊 把你送回家去 到家三年后 你家中的花园也就有绿牡丹了 这花香公一听 有点半戏半戏 这时候就见那老头啊 一招手 就把他七个闺女叫来了 这花香公一瞧 喝啊 这七个美女 这身材 这样貌都一样 老头啊 就把排的最后那七闺女 给叫过来了 你呀 让他背着 不过你得把眼睛闭上 不叫你睁开 你千万别睁 许仙呢 这花香公还不好意思 你说让一个大鬼女背 但是呢 就为了得到这个绿牡丹 自己是千难万险都不怕 让大姑娘背 怕什么呢 这硬着头皮啊 就趴在七姑娘的背上 把眼一闭 就让他背着走了 这时候就听着耳边 风声直响 飞杀走失啊 不一会儿的风也停了 声也没了 双脚就摄着着地 那七姑娘呢 就让他把眼睛睁开 他睁眼一看 哟 已经到自己家了 这花香公的爹娘啊 一见这么长时间 这儿子是回来的 还领个漂亮闺女 高兴得不得了 问明白了缘由啊 当天就给他俩办了喜事 在第三个年头上 七姑娘啊 就生了个女孩 长得又白又胖 就俊俏的 活像一朵牡丹花 这孩子呢 长得出奇的快 不到三个月的功夫 就会走 会说话 会笑 还会教人了 说这一天呢 这小女孩 跟这爷爷上街玩去 一不小心 就叫舌头一半 摔地上了 结果啊 这一下就给摔死了 这爷爷一见呢 放声大哭啊 抱起来 已经死的 他孙女就回家了 也不知道 跟儿媳妇啊 就说了些什么 那媳妇一听 这人已经死了 哭也不会活啊 这花相公一看 孩子死了 也跟着放声哭啊 媳妇又对着 大哭的花相公说 这孩子死了 哭也哭不活 你呀 就把他埋在 咱花园里 那百花虫种 想他说话 就早上日出以前 围着他的坟呢 左三圈 右三圈 这孩子啊 就会出来和你见面 说完呢 那媳妇 一闪身就不见了 这花公子 一眨眼的功夫 死了孩子 又丢了媳妇 更加的放声 痛哭起来 一边哭 一边造的媳妇的嘱咐 抱起了孩子 就来到花园 在那百花虫种 就挖了一个坑 把孩子埋了 然后又哭着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啊 他就起来了 就照媳妇临走时 留下的话 在日出之前呢 就来到花园中 围着自己孩子的坟 是左三圈 右三圈 刚转完 就听那坟 呼啦一下裂开 从那坟底下 就长出一颗 绿杆绿叶的牡丹花 一眨眼呢 那花的夜间 又冒出一个花孤独来 接着就开出了 朵朵的绿茸茸香喷喷的 绿牡丹花 从此以后 这花香公家里的花园啊 便有了非常名贵的绿牡丹花